原标题在线打假白净庭 辟了反黑自己来白净庭 是近年来人气颇高的新生代小生 因为饰演人气青春电视剧 匆匆那年中的暖蓝悄然 为大众所熟悉 由于奇奇之干净美好 十分阳光 近年来的年轻群体中人气颇高 再加上白净庭本人是网络上行走的表情包 更加圈粉无数 不少人是因为他的表情包才开始关注他 不过今天谭子微信号 Tiyup哥正翻看微博 突然看到热搜网上蹦出来这样一条热搜 白净庭是个成熟的艺人了 让谭子哥微信号 Tiyup一时战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十分那么明明小白只是个90后了 虽然有一些口碑不错的作品 但离成书还远远不够格 翻阅微博后发现 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 微博有营销号分享知乎故事 由于故事虚假 结果遭到正主白净庭 光速打脸有邪王支撑的他 上了一张表情包边故事的人称 作为白净庭的大学同学 见证了真直男白净庭学生时代 曾以口气送给女生三大壳祸香正气水 可画出了一个傻萌 甚至有点智障的形象 在白净庭辟谣后 网友群众们纷纷大展神威 各个化身段子手 献上了一系列精彩评论 婷婷已经长大了 学会自己控屏了 控屏反黑只是兼职 人家明明是潮鞋点主 看过这些评论后 韩子哥也不得不感叹 网友们真是人才辈出 随随便便一个热搜 都能化身梗王 安利爱豆的电视剧 也有不少网友吐槽 白净庭有空搜自己的名字辟谣 也求求你发发微博吧 白净庭上微博都是跟鞋有关 一点都不孤单的 不过谈则可还是想说 虽然挺看好白净庭的 但花边新闻多了没什么意思 演员还是要专注于作品 只有再多拿出几个像乔冉那样 甚至超出乔冉水平的角色 才能提高路人的好感度 成为一名成熟和歌的艺人